路边整排透天错 就这一栋看起来最奇怪 七楼半的建筑阳台居然都悬空 似乎只剩一面墙 还露出钢筋超吓人 这还能住人吗 一问之下才知道 这居然是屋主自己家盖的 几十年了还盖不完 我听的故事说盖起了 我刚刚没来再盖 比山边边盖着就倒下了 对 那个房屋主老老的 他一直要走 他就放下 他还没有进进两边再盖了 邻居会声会影 这栋居然盖了快五十年了 还盖不完 就怕遇到地震强风 围楼会不会塌下来呢 这栋奇特建筑就位在台南仁德 原本只是二楼的矮房 毛姓屋主自己针箭 慢慢往上盖 但将近五十年了 还没有完工 被封为恐怖毛宅 贴文曝光网友也纷纷留言 台风天会不会有东西砸下来 好像怪恐怖的 这好像都是屋主自己盖的 住旁边的邻居辛苦了 这条人啊 住地方就处理 没什么处理啊 听说就放着耶 就没再动过了 如果台风再大一点 可能它上面的钢筋 那些东西可能都会砸下来 屋主还认为 它的建筑物是属于艺术品 只都没有办法跟它达成协议 原本的屋主不愿意拆 又没有人管理 七楼半的残破老屋 钢筋外露 阳台悬空 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意外 伤到人 可就大事大条 接着赖关张 刘氏智晨 安山台南采访报道